第110题的部分,第1类,第2类 后面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一直下来 另外的话第5类,其实也就是上次上课 就礼拜二的时候讲的部分就是说如何建立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的部分的话,我们是用直数的那一题做练习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回传值的,一种是有回传值的 第5类其实有点像这样,就是你可以先把没有函数的部分先写出来 第二阶段的话,再把程式转换为这个函数,那就是他要的结果 所以其实第5类我是觉得好像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就两阶段,但是这两阶段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你就把它做个转换而已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110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题目叫正N边形面积计算 那所谓的正N边形,他这边有说明嘛 就是说他计算什么?就是正N边形面积 然后按照题目要的啦,而且他这边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公式 他说呢,撰写一个程式呢,让使用者输入两个正数 一个N,一个S 那N的话呢,代表的是这个几边 然后S的话代表边长 OK,也就是几边,比如说他这边有,他底下有公式 而且他说建议,他没有说务必耶 所以如果你不用,那不过你不用的话 好像那个10这个一定要用 但是Mass.Pow,这个其实可以不要用 因为Mass.Pow就是乘乘 看如果平方的话就乘乘2 你就可以不一定要用 但如果说他有建议 那不如我们就直接拿,就用他的要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N边形的公式 他说这个Area等于什么 N乘上S的平方 那S的平方就乘乘2 或者是Mass.Pow,然后S.2也可以啦 OK,然后除以4乘上10 10的话其实就Mass.10 你就把它代替一下 那Pi的话呢,前面讲过 这边Mass.Pi除以N 就两个刮弧,结果就出来了 OK,那比如说他要我们结果就是 而且他说要小数点的第4位 所以这边都有提到 所以呢,如果我输入什么 8边形,边长为6的面积是多少 8边形 所以其实基本上的话 就是画一个8边,8边形 是不是类似这样 1,2,3,4,5,6,7 8边形,边长为6 面积呢,算出来结果 而且要取到小数点的第4位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我这边也 城市大概云端上也有 所以我直接先Run一下 给各位看,城市就五行 其实也不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按照题目要的呢 我们就直接Run一下 来看一下 结果一不一样 8,8边,边长为6 面积为173.8234 OK,没问题 这个就最后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城市该如何撰写 OK,首先的话呢 它有个N,有个S 那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 这个area,这个部分 它给我们什么呢 一个 这个公式 其实我们主要是什么 把这个公式带到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就OK了 所以其实将来 考试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提供给你这个纸本 所以你其实你只要懂得 看懂那个纸本 那并且把它转成python 其实OK 所以其实很多那个python 里面的一些 这个这个写法 其实主要就是你能够 知道该怎么转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如何做这个城市的撰写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按照那个 题目要,就是这个 然后呢,后面等于什么 等于瓜糊 所以一样我们按照呢 题目要,瓜糊 那n n乘上s的平方 当然s的平方 我们可以s乘乘2 只不过呢 因为这边有建议 但我不确定说 如果你今天假如 用s乘乘2 会不会有出错的可能 那如果你怕说会出错的话 请你把什么呢 s乘乘2 把它改一下 改成用mass.pow mass.pow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一样哦 打一个mass 点 pow 瓜糊 那什么的几次方 就是s 痘点 的2次方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 其实等同于s乘乘2 只是说这样好像 反而我是觉得 好像比较 程式变得比较 冗长了一点 所以当然 如果可以简化 你就简化一些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后面就是 瓜糊乘上 除以 除以的话 瓜糊 4 乘上什么呢 10 的话一定记得 就是mass.ten 所以你就把这个打 前面打个mass.ten 这边 ten 然后瓜糊 里面的话就一个pi 那pi的话一样 就mass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话 等于是需要用到这个mass的这个模组 然后呢 除以多少 除以 除以n ok 就把除以n 打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计算出那个area的那个面积了 然后就把这个面积的计算结果怎么样 再把它print出来 enter一下 ok 并且要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前面讲过 而且 输出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area 然后呢 空格 等于 空格 然后小数点第四位 所以呢 我们按照这个题目要的 反正就是 你就在这边打一个print 然后呢 双引号 这个做蛮多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那这个就是 这个 把它直接呢 放在字串里面 那后面的话 因为是要放一个变数 而且这个变数呢 一定要是小数点的第四位 所以 冒号 然后 点4f 然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什么 把这个变数呢 带进来就可以了 format 刮弧 然后把这个变数的值 带到这里来 好 好 基本上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呢 其实 很多地方 它都有提供给你 这个参考的公式 除了刚刚104没有之外 其他好像都有 反正你就照这个公式去完成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不确定说 如果不用Math点Pow 你就反正就照他的意思做 OK 好 那当然 以后如果你自己要写的话 你用乘2 当然相对比较简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做完之后 一样执行 输入8 Enter 输入6 Enter 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呢 诶 这个结果 我是不是有做错的地方 我看一下 把资料放进来 是不是有刮弧 没有刮到的可能性 其实还蛮大的 或者刮错位置 那第一个的话 n乘上Math点这个 乘完之后的话呢 再除以什么 4乘上 10 诶 这边好像多了一个刮弧 这个刮弧好像多余的 多了这个的话 变成他 他就 结果就不正确了 OK 所以看起来应该 那你可以再比对一下 反正就 比一下这个题目的这个公式 我要确定一下 应该是刚刚那个刮弧 多出来了 这个不用刮弧 然后 后面好像是两个刮弧 看一下 比一下 这个刮弧 后面少一个后刮弧 所以其实 只要把这个上面的公式 再跟这个稍微比一下 我想应该也不至于会做错 只是该转的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要转 然后这个要转 其他都一样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 在执行过 结果应该就正确了 8 Enter Enter 173.8234 173.8234 对 8234 没错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如何利用Math 里面Math.paw Math.tan Math.pi 分别完成 这个多 这个 正多边形的面积计算 试一下